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在中国北北二十四处的广西西北部山区 隐藏着一个世外桃源 这就是被称为世界第一长寿之乡的广西八马 在这个人口不到二十五万的小县 现有百岁以上的老人八十多位 其区域长寿人口比例居世界第一 老人坐到织布机前 顿时像换了一个人事蛋 手脚并用反应灵活 很难想象这是一位一百零四岁的老人 黄马卡很善于经营 算账找零 头脑依然很清楚 1991年 国际自然医学会的森夏静一教授 组建世界长寿调查团 来到巴马考察 在调查中发现的一个现象 让专家们感到很是奇怪 经过专家多年的检测分析 巴马老人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跟神秘的盘阳河河水有关 盘阳河被称为巴马的母亲河 长寿河 盘阳河流经巴马的82公里中 有33公里的地下岸河 经过对地下岸河的勘察发现 盘阳河的神奇魔力 正是源于地下岸河 科学研究表明 长期引用的这种弱碱性水 不但可以加快新陈代性 还可以提高免疫力 因此盘阳河的水 被当地人称之为 能治百病的神仙水 在这里我们看到 不止一位这样的游客 他们从河中摇水直接引用 这里的水真的这样神奇吗 这个水从地下冒出来 框化度很高 而且看这里的地质构造很好 这个地质结构很好 我觉得矿物质特别丰富 专家分析 由于巴马地下河与地面河流存在落差 因此而产生的含氧负离子十分丰富 而巴马空气中的含氧负离子的含量 高于其他地区的平均值 也是巴马长寿的原因之一 含氧负离子素有空气维生素之称 能增强人体抵抗力 促进新陈代谢 缓解支气管哮喘等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人的百分之八十的疾病 是由空气和水的污染造成的 巴马老人长寿 与巴马空气中含氧负离子浓度很高 有着直接的关系 科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 神奇之水中含有丰富的 氢气 这就是神奇之水的奥秘所在 人们不仅要问 含有氢气的水 为什么可以治病 随着氢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 不断深入 氢的独特功能 也越来越多地被发现 氢不仅具有选择性抗氧化作用 还具有扩散性和渗透性极强的特点 它还是迄今臨时发现的极少数 有任何独特作用的最优越的太阳化剂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叫做负清水 负清水 它目前为来讲的话呢 在鞋上的指正的报导 它有促进新人代谢的增强的免疫力 包括你个人群内上的一些 赤利神经 这就是我们的负清水 那你看到的这个叫负清水 在坊间哦 在日本韩国德国美国大陆台湾 只要在网上都会看到了负清碑 负清碑的功能 本身呢 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抗老化 心血管 包括抗一些自由基 抗一些的癌细胞 所以说 人家讲说 这负清碑呢 到底里面的 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功能 第一个 首先它的附件位 你如果说 在看网站 医学上 就知道附件位呢 几乎可以附到了七百 七百以上 轻呢 马上可以看得到 几乎呢 可以到了 你没有 一千 以上 包括一千 一千三 所以 这个元素呢 附件这个元素很强 它的使用操作的方式很简单 手轻轻的一弹 它马上呈现 蓝光 这个蓝光呢 就是在深层 在深层 画面上可以看得到 它深层 深层 深层附件位 包括那个清 刚刚的 很棒 然后呢 当你深层完毕三分钟 这边 就可以直接可以喝了 清洗的动作呢 这是眼纹外线清洗 一般人家两次做不到的 只有我们呢 有可以做得到清洗的动作 它马上呢 可以深层 跟着眼纹外线的清洗 好 好 再来 它没有电了 它充电 直接从这边 这跟我们的手机一样 没有电 它会提示你 充饱了 它主动的会给你熄灭掉 所以这杯的水 千万记住 不要加自来水 其他的矿田水或热水 好 通通都可以 夏天到了你也可以 冲一些的 温的或热的 好 然后呢 再来做深层 是满好的 所以说 这个在居家到外 冲 你通通都可以吸半的 满方便的 在房间 你可以看得到 很多的父亲杯的话 都没有经过来 SGS的检测 没有做一些 SGS的检测 所以说在基本上 都通不过了 出来的父亲杯的话 通通都是 专心只要提供 唯一 只有我们的 专心杯 是 整巨人 的 这东西 可以 今天 进行 看 好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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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